无二战争造成了国际能源价格大涨 也冲击到国内的物价 根据主计种促公布的资料 我国今年1到4月 进口能源类原料物价指数大涨71.8% 再加上下半年石油价格也难趋缓 台经院就预测了物价恐怕是回不去 通膨恐怕会成为长期的议题 而市井小明也很有感 认为现在买什么东西都好贵 很贵啊 涨很多 应该是回不去了吧 因为通膨那么严重 应该回不去吧 成本怎么都变高 你要他这样那源头怎么活 苦摊物价回不去了 每天买菜的家庭主妇最有感 国内通膨压力维持在高点 受到国际能源价格牵动 欧盟对俄罗斯祭出 迄今最重经济制裁 年底前斩断九成俄国石油 导致国际油价飙涨 最新布兰特油价一举冲破120元 也冲击各国民生物价 让小商家持不销 什么都算啊 买什么都涨 成本之高不下 根据主计总数资料 我国今年一到四月 进口能源类原料物价指数 大涨71.8% 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 孙明德就预测 下半年石油价格难趋缓 加上中国城市陆续解封 石油需求增加 油价节节攀升 恐怕再推升 全球通膨压力 也就是说 今年物价回不去了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不必太悲观 菜价淡价再降 不是没可能 不涉及有很多服务在里面的 它的价格可能未来会调降 比如说像单价这种 民众比较有感受的日常生活用品 有一部分是人事成本 一个小时店 你吃一个套餐一百块 即便这未来能源价格回稳 它不可能给你调降成八十块 像这种就回不去 大环境不景气 接下来得有心理准备 与通膨长期抗战 记者留学们洪伟财 特别报道 感谢观看